海生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啊 我老公来接我了 你老公来接你 那我先走了 行 好 拜拜 走吧 走 这雨下太大了 是啊 你来得可真巧 快上车 走 来 打给我 这雨下得太大了 破天荒啊 今天怎么想得起来 过来接我啊 这么大的雨 我一想你肯定没得伞 算你良心发现 怎么样 读夜笑 累吧 累啊 你说这么多学财务的 只有我一个人学历最低 我可不得也加把劲吗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比你儿子都刻苦 我从点出息跟我儿子比 那我跟你比啊 你比我强 我们家就我最差 那肯定的 快进来 你们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好 汉肥又淋湿了吧 没事没事 我问你啊 你们公司是不是出事了 早上买菜的时候 听他们说 有人在公司闹事 还说你跟锦诚啊 闹矛盾了 是真的吗 阿牧 你们慢慢聊 我上去看看儿子啊 好好好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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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啊 你来跟我说说 你坐 你看看你这 你愁眉苦脸地跟我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别别在心里 你这么晚了 还不睡得瞎操心 没事 我们公司就是改革啊 有好多的股东 比较排斥 不接受 就这么点事没事 改革 嗯 改什么革呀 不是挺好的吗 行了 您老就别跟着造型了 我能解决 真的 好 高晨宇 你干什么呢 我 打游戏是吧 游戏给我 给我 没收了 这我冒生就给我买的 你没资格没收 你就怎么了 这个家都得听我的 独裁 你爸我都管着 你不写作业 以后没有文化 吃什么喝什么 喝西北风啊 给我起来 起来 做作业去 看什么看 快点写 你再不写我告诉你爸 阿嬷 嗯 我想问您个事 东奢的高老代工 您有印象吗 那怎么能不知道呢 就是那个老学究 对对对 认识他可太久了 那时候你们小 我还常带着和声 到他家里去玩呢 怎么了 你能跟我讲讲吗 嗯 他 在族里威望很高 但就是一脸的正经 从来都不笑 他的儿子啊 好像解放前就去世了 后来呢 他认了一堆的干儿子 干孙子 对了 对了 你跟大连 刚开始办厂子的时候 他老伴也去世了 后来就见得少了 这个人哪 别看他板着脸不笑 可他心地特好 特别喜欢孩子 那个年头啊 大家都吃不饱 我每次带着和声 到他那玩啊 都能混点吃的 他那个老伴啊 会做一种糕 特别好吃 味道有点怪 但是非常不一般 是红糕 不是 有点像那个 什么深户 唐玉 也不全是 就是有米糍 还有花生碎 对 还加野菜 还加野菜 对 小孩子现在都吃不来 那个味道 那个时候家家户户的 挖野菜啊 可是啊 只有他老伴 会去拿野菜 做成糕 味道酸酸甜甜的 还有点苦 吃了你就忘不了 怎么了 你问这个干什么 阿牧 我没吃过那个 你会做吗 我 我想尝尝 给我好好做作业 舅舅买的 这个野猫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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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海上 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 怎么了 高连 怎么了 没有我 能有你的今天吗 你太狠心了 这是出什么事 这 来 你赶紧去追他呀 去看看怎么 大连 大连 你管 以后大连就到学校来接我 我就知道你们安好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好不好 我不用你管 不是 外面下这么大雨 你别感冒了 走开你走开 大连你听我说好不好 我不管你 谁管你啊 你都已经把我给开叔了 你还假惺惺来找我干什么 你活着 不是 大连这不是开叔 是转岗 转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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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景臣也是这么说的是吗 转岗 我问你 转岗跟开叔有什么区别 你要把我转去哪儿啊 是去当擒纳工 还是拿着你当助理 你当秘书 你说 你是怎么对你的兄弟的 怎么对你老婆的 高海生 你太自私了 大连你听我说 你跟她的情况不一样 她是工作态度问题 你是资质问题 什么叫资质问题 我兢兢业业 在公司工作这么多年 我又给公司高农 救过人吗 跟你头过后腿吗 咱们回家慢慢说好不好 不行 今天必须要在这里 把问题说清楚 难道还要回家 吵架给阿姆听吗 我从来没想跟你吵架 我头都是乱的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 你知道公司在改革 很可能马上就上市了 财务部门的工作 不能像过去草台班子一样 是有要求的 我们现在必须要聘请一个高级人才 担任CFO 你这个时候退出 是最适合的时候 什么CFO UFO 我不懂 反正你合适 我不合适 这么多年 我为了工作 做了多少的努力 你知道吗 我白天上班 晚上去上夜校 我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你知道吗 你了解吗 你要关心跟我吗 大连 大连 你听我说 我知道你卫星家付出很多 我对不起你 因为我工作忙 但这不是理由不是借口 我对不起你 但是公司管理部门有要求 对学历资质都有要求 我不能给你一个人开绿灯啊 你少跟我来这套 我知道 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 最困难的时候过去了 你现在 不需要我这个人 你忽来忽去的帮手了是吧 你想把我一旧离开是不是 你告诉我 你说 你说什么呢 我们是两口子是夫妻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 那你还知不知道 我跟那些个不会干活 只会拖后退的人不一样 我不是靠着你高海人的关系 在公司里面栽下来的 我叶大连 也有我自己的失业心 高海人 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 无论你花多少钱 是什么4FO 什么UFO 都未必能有我能干 大连你听我说 咱们回家 女大咱们回家 好好上去啊 回家上去 车 车 小心 你听我说 老婆 不要跟你废话 大连你听我说 你现在要走的话 我一个晚上睡不着 你为她考虑一下 还有老人呢 好 我来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林 你怎么试出这样 赶紧去换衣服啊 你别这么生气 你不用管我 你不用管我 在云里淋的 真是的 哥 你看看你 赶紧上去换衣服 马上下来 我有话跟你说 走 阿牧 别生气 别生气啊 你走开 我不想见到你 大林 你把门打开 你听我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走 你走啊 这就是你要改的格 难怪人家高老太公 对你那个态度 别说大林对你这样 我都不答应 阿牧 您就别跟着添乱了 我给你添乱 我这是告诉你做人的道理 你这么对大林 你这样对你过去的老臣 那旁边人看了 谁不心寒哪 以后谁还敢跟着你干 阿牧 你错了 一个公司想发展啊 最主要的就是招展人才 要服众 你说我哥 要是因为这些裙带关系 把那些能力不够 或者资质不够的人 放在重要位置上 那才没有人敢跟着他干呢 你这样什么人才也招不来 因为人家看不见希望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 我现在就觉得大连太委屈了 我心疼他 你好好想想怎么多年 没有大连 能有你的今天吗 我就不相信 你们公司哪个人 比大连对你来说更重要 你们两个当初白手起家 什么都没有啊 你现在做出点成绩来了 你成大老板了 你药物扬威了 好 就拿大连 当牺牲品了 我也难受 我告诉你 你才是个小学毕业 你就能做大老板 大连后来 都补齐了高中文凭了 他怎么就不能做你公司的财务 阿姆你别说了行不行 我心里也难受 她是我媳妇 我也心疼她 我心疼她 以后上市公司 对财务部门 人家要求就是这么高 不是我定的 那你非要改这个阁 非得改 除非我离开高智 除非我不做企业 否则这个问题迟早得面对 你说 咱们这么好好的一个家 让你弄成这个样子 说一千到一万都怪我 阿姆您别跟着上火 我这不是想折吗 阿姆您 您真的想帮我们吗 我不想帮你 我想帮大连 您要真想帮大连 能不能给我做唐玉高啊 老太公 高海生来了 老太公 老太公 填横尚有三千克 辱苦监棺不忍离 明将 明将正成功 荣马半生 到临死 他都不忍抛弃 跟随他打下宏卫基业的 忠诚不忠 这个人 我去看你 你去看个宏卫尔 你去看他 我去看他 他十倍奉还 金门炮战 此地首当其冲 你阿爸奋不顾身 救人无数 船遇乡里 在我眼里 是条好汉 你阿爸身上 流的是高家人的血 你呢 我也是高家人 我认定的事 都会尽力去做 你是怎么努力的 把跟随你创业的人 都赶走吗 老太空 您听我说 我今天登门呢 就是为了这事 想当面跟您解释清楚 你不用解释 我还没有老糊涂 鸟尽工藏的道理 自古皆然 它对吗 我说不对 就算在其他地方 它都对 在我们这儿也不对 因为这里的人 是最讲情义的 这情义 传承了千年 不能在我们手里断掉 您说得没错 情义无价 但是地方得发展 企业得壮大 就是不能为情所困 这一次改革 不是鸟尽工藏 更不是过河拆桥 是手术 是自救 只有这样 我们的企业才能存活 才能够壮大 你觉得 跟一个糟老头子说这些 有用吗 老太空 您不是糟老头 在大家的眼里 您是族长 是学究 我只是一个老人 生于乱世 从小就成了孤儿 是这方水土收养了我 我没有儿女 也没有什么钱 但是我把身边这些晚辈后生 都当作自己的亲儿孙 所以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就不能不管他们 我要保护他们的利益 保护宗族的利益 更要保护此地的传统 对我而言 其他都不重要 您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改革 一样是为了大家的利益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这并不矛盾哪 我老了 看不了这么长远了 你知道我这眼睛是怎么伤的吗 是被榴弹炮炸的 到现在 我这左眼里 还留着一粒弹片 当年医疗条件有限 要想取出弹片 就要把整个眼球拿掉 我没同意 就缝合在里面了 到现在 我还活着 是不是很神奇啊 那是您老福大命大 当时 要是强行手术 看起来 这个病就绝了根 但是 我不一定能活到现在 有些事情啊 不是这么简单 手术 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 没准 还能把人给治死了 我的话 你懂了吗 懂了 听懂了 但是我不同意 那是战争年代 老太公 如果您现在受伤了 手术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时代已经不同了 我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你走吧 老太公 您一定听我把话说完了 这一次高制改革势在必行 我希望能够得到您的支持 我以个人的名义向您保证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保障所有的股东 和员工的权益 不管是被清退还是转岗的 我们都会保留他们全部股份 和年底分红 这是具体方案 和将来股东大会 员工大会的详细章程 您先过目一下 如果您看不清 我可以一次一句地念给您听 不用了 人为刀族 我为鱼肉 人都不在位置了 何谈保障 老太公 不是所有人永远都适合 留在原来的位置 你包括我这个总经理 如果我将来干得不好 大家不满意 随时都可以把我给换掉 公司改革 改的就是人事制度 管理结构 运行机制 如果现在不改 再过几年高智一定会垮掉 太多例子摆在我们面前了 等到了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人的权益 可以得到保障 所以这一次 我是铁了心地要推行改革 让高智完成现代化转型 但是不管怎么改革 公司都是大家的 当初我们办厂办公司的初衷 永远都不会变 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啊 行了 这些个你去跟古敦们说吧 我等不到那天了 老太公 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我跪下来不是求您 也不是逼您支持我 是向您请罪 何罪之有啊 不管您知不支持我 我都会坚持改革 改革就一定会付出代价 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得罪了您 我先向您请罪 因为 我别无选择 孙哥 这个很高热 我们再接一下 我们俩的频道 我喜欢 说 你怎么还可以 这是 甚至 你编回忆 该死要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 你不得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高伟生上门时给您带的礼物 您要不要看一看 你猜这里边是什么呀 是钱 不会 这后生不是送钱的人 那我就猜不着了 打开吧 糖浴缸 是那个味儿 一点都没做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是想告诉我 他不是一个忘本的人 来 阿姆 来 东西拿好 来 都给我吧 我拿这个 好 行 走 好 东西都在这里面 好 去看老太公 好 看他怎么说吧 希望能有好的结果吧 改革就是为了公司健康发展 绝不是为了搞专制 更不是为了搞独裁 海生啊 你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我们的意思很简单 就坚决不同意转岗清退 对 对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听我说这次改革 绝不是针对某个股东 转岗清退 全公司一视同仁 每一个人 都要经过公平的全员考核 海生啊 我们都是农兵出身 没读过几年书 你说的这些什么什么 什么考核 我们考不过 那怎么办呢 对啊 对啊 考不过就没有办法 就得把位置让出来 让给有能力的人 这没办法 你们什么 我们都是老骨头 当初 当初干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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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当初干准备的 出了骨头 出了骨头 听什么 高制体制改革方案 一 薪资改革的目的 企业改革所设置人员 轻退及转岗 将通过统一的全员考核确定 针对此类人员 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章程 和相关细则保障其权益 这是这次公司改革的章程和细则 我希望大家仔细看一看 海参啊 你说的这些 我们都不懂 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们也没办法 现在我们也只能听脑胎工的了 对 脑胎工的 脑胎工的 我们听脑胎工的 脑胎工的 脑胎工出来中熟 是啊 我跟大家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听我说 不管股份占多占少 你们都是独立股东 一定得自己做决定 谁也帮不了你们 如果张成有不懂的地方 我可以逐字逐句地念给你们听 应该不是 谁是你啊 你算了吧你 谁是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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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我不像你们那儿 我看不懂白纸黑字的文书 我也不懂什么改革的章程 可是有一点 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那就是海生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们高智公司好 这些年啊 他为这个工资付出了多少 我这个做阿母的 比谁都清楚 可是 你们还这样对他 老太公 不肯出来 如果这真是老太公的意思的话 我今天真不该来 我还跑来看他 既然 老太公不肯出来 那我这个当阿母的 我今天就站在这儿 你们砸吧 你们有什么东西 都朝我这个老太婆砸 阿母 阿财沈 你情绪不要那么激动 这海生到底是不是为了公司好 这我们可不好说 就是什么全员考核 我跟他就是想让我们这些老股东走人 把公司变成他自己的 我这话没良心哪 你们公司从发展到今天 你们这些当股东的 好处谁少拿了 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 这公司一开始 是海生跟他媳妇一转一瓦建起来的 可你们不知道吧 今天公司转岗的名单上 还有谁 你给我拿出来 拿出来 你给我拿出来 公司转岗的名单当中 还有海生的席子 叶大连 你们看看吧 你们摆出来 我给你们摆出来 你们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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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们摆出来 那我就被摆出来 你们摆出来 那摆出来 她要真是为了自己好的 能不拿自己的亲人开刀吗 怎么会有点 怎么会有点 怎么有点 你也想有点 可以 她要真是为了自己也好 能不拿自己的亲人开刀吗 老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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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老了 要不是为自己的儿女 谁肯这样抛头露面呢 今天你阿母为你做的证 你要知道分量啊 还生不孝 高海胜 不管今后出现什么情况 你要记住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你要为大家谋福利 永远为大家谋福利啊 我记着 永远 永远为大家谋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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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月上都在做任何的消息 太不容易了 总算是破局了 接下来咱们要全速前进 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 感触也很多 以前从来没有过 大连最近怎么样 好吗 一周没跟我说话了 大连还是很有能力的 就是学历问题是个遗憾 这件事情辛苦你了 给他点儿时间吧 那这件事情你处理好就行了 我就不多发表什么意见 对了 那个 我的那个签证啊 估计这几天就下来了 我得准备准备去一次 跟詹姆斯咨询公司进行谈判 还想嘱咐你们 詹姆斯是政府出面联系的 最顶级的咨询公司 你的任务很关键 一定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但是价格这件事情啊 你得给我交个底 像这种国际顶级的咨询公司啊 目前和国内公司合作的不多 所以这个价格呢 会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想 没有底 该花的就花 花到袋上 明白 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